嗨,我是宝可梦,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要来跟大家聊聊Richard 2022年下半年的权益 你看这个画面你就知道,其实新户旧户都有往上提升一些存款利率 还不错,但是呢,如果你是之前开户的旧户,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毕竟他们的规则是蛮令人讨厌的 就是你只要过了这个时间点,你全部都是旧户 那所有的好康都只限定之后的新户才能够享有 所以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重点 近300万的旧户到底该何去何从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主题啦 好,这边你有看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几个内容 包括下半年的权益公告的重点整理给你看 不论是新户的优惠,旧户的优惠,这里都会解说 再来,这300万的旧户你应该要怎么做 如果你本身有一笔闲钱,然后呢,要放在RECHA继续成为他的旧户 享受1.06%的好康,还是要另起如早 去其他的银行存钱,哪一个会比较好 好,那第三个部分呢,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要跟大家聊聊有没有哪些不错的银行,哪些数位账户或是存网仪可以让你去使用的 那我这边有推荐三个 将来银行,星光OU数位账户跟乐天银行,他们都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好,我们稍后跟大家解说 2022年下半年,权益公告的重点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他官网的这个相关的资讯 好,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扫我们这个画面中间的这个QR Code 你就可以阅读他的公告了 好,或者是我们下面的资讯栏也有相关的这个连结可以参考 那你可以看一下哦,他这边有写到 他的新户跟旧户的认定是111年的6月1号之前是旧户 1号之后开户的是算这一次的这个新户 好,那你可以享有的优惠呢 其实下面有写的就是有加码2.5% 他的基本利率是0.1%,所以加起来大概是2.6 那如果你是老朋友的话呢,就是再加码0.96 所以是0.1加0.96,所以加起来是1.06% 所以最主要是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后面来看一下这个详细的说明 如果你是Richard新户 你现在要开户,我个人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好,你可以享受半年的蜜月期是他的新户这个优惠 你可以看我们右面的这个QR Code 你就可以扫码,好,然后就可以上车 好,直接开户最简单 那他的活住利率就是基本0.1再加上加码2.6 所以等于是,呃,再加码2.5 所以等于是2.6%啦 好,那你可以存半年 好,就是从7月1号到明年的1月2号 那1月3号之后呢 不好意思,你也是旧户了 好,所以你就必须要去关注一下这个 旧户到底他们会怎么玩 好,因为你的蜜月期永远都是只有半年而已啦 好,那你的账户至少要大于1块钱 才能够启动这个加码的方案 所以开完户之后呢 别忘了就开始把钱丢进去了 好,这是比较重要的 那存款上限呢 是30万以内都有2.6% 好,每个月的月底会会Richard账户 好,所以这个不错 好,但是呢 特别注意你的新户保鲜期只有半年 2023年1月期 你就跟我一样是老屁股了 好,所以我们去年有介绍过Richard的 2022年上半年权益 你那个时候有上车的朋友呢 接下来你也会成为旧户 好,所以你要来特别关注我们旧户的权益了 这边 旧户呢 如果你有达到这个 呃,游戏规则的门槛 你就可以拿到最高1.06% 好,那怎么来的呢 基本利率0.1% 再加上加码的0.96 好,百分比 加起来就是1.06% 好,一样你可以存半年 从7月1号存到明年的1月2号 好,齐齐金额一样是最低要1块钱 如果没有放钱就没有利息啦 好,那它有两个条件需要符合 你就特别注意了哦 这跟我们之前的那个 呃,那一档 好,上一档 目前正在走的优惠是 这个规则是一样的 第一个 要放2000美金 或者是1.2万人民币 好,新旧资金都可以 但是 只能够择一去符合资格 不能够就是两个 来,比如说你1000美金 还有6000人民币 可不可以 好,你一定要就是刚好是 2000美金 或者是1.2万人民币 好,如果你没有那么多钱 可以存 可以换汇的话呢 你也可以使用RECHAR来购买基金 那只要扣款3000元以上 或者是100块美金左右 那你一样符合这个资格 不过我这边还是要特别说明一下 就是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买基金 或者是 呃,刚刚讲的这个换汇 毕竟 有时候你的资金可能不够 或者是基金的话 它本身有一些问题就是 它收的手续费太高 然后它的内扣费也很严重 好,这个部分如果你觉得 不适合自己做投资 那你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一定要去做这个交易 因为这样子对你自己是不划算的 好,真的是不划算的 好,那一样存款3000元是30万以内 有1.06% 好,那每个月月底来汇到RECHAR账户 那你可以,呃,我也可以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自己有没有放2000美金在RECHAR账户 有,因为我的Google广告收益 其实我是透过我的RECHAR账户来收取的 那其实每个月这样子 呃,几十块几百块美金这样放进去 其实很快就达到2000美金了 但是后来呢 我觉得 嘖 RECHAR对我们这些老朋友还是不友善 我还是决定要把钱撤出了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 零手续费 把你的美金移到其他银行户头 有的 我时候会跟大家说明 这样子 好,那再来 你要怎么去判定这个新户跟旧户的规则 我还是要跟大家再做一下解说啦 在这个整个时间流里面呢 好,切点就是2022年的6月1号 当你是6月1号之后开户的 你都算是这一起活动的新户 那如果你是5月31号开户的 不好意思,那你就是旧户啦 从6月1号开始 其实你的身份就被界定为是这个旧户 好,那从活动是从7月1号就是正式生效嘛 所以你等于是6月1号到6月30号开户 都算是下半年度的这个新户朋友 那我在看他的游戏规则条款 我有特别写到 Richard新朋友跟好朋友的定义是以客户第一次开户 Richard账户的日期为主 如果你是6月1号之前开户 但是消户之后重开 不好意思哦 你还是一样是旧户 所以他这边有很严格的限制 就是依你首次开立Richard数位账户的时间 尽管你消户重开 你还是拿不到新户的优惠 这就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这个规则啦 那如果你要拿这个优惠 的确要照他的规则走 那么来简单做个结论 他其实就是一样 骗人上车又大将好康 是一样的 因为其实大家开户就是希望能够跟银行成就往来嘛 但是呢 台新Richard他就是每隔半年就把所有人都打成旧户 那旧户的优惠又特别的烂 甚至有一些数位账户的优惠又比他还好 那你就会觉得说那我干嘛还要再跟他往来 就是你给的利息也没有多好 那让利也没有太多 然后信用卡也是做的里里啦啦 那现在到底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要使用的呢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大家也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你是旧户 你应该要怎么办呢 我这边也做一个表格来帮大家做个分析 如果你有外币左边这边有2000美金或者是12000人民币 那你可以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考虑继续把你的外币留存在账户上面 然后还可以享有1.06%的高利活储 那每个 就是从7月1号开始就是放30万不动 那你这样子半年大概是1590元的利息 如果你觉得OK你还可以放 那还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外币直接卖出之后转到其他的账户 然后放到你的封易扣 这永峰金证券的封易扣 那这个封易扣呢 它还可以就是零手续费 然后把你转到你的永峰大户数位账户的外币账户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永峰金证券的封存股美股功能 然后把你的外币账户的钱拿去做美股投资 尤其最近美股其实跌得蛮惨的 所以你等于是现在进场算是蛮便宜的 不过因为封易扣它不是说你线上就可以设定好 所以你还是必须要跑一趟永峰金证券 然后填写相关的说明书 那等到它大概做两个礼拜的合印之后呢 没有问题了 那你就可以在永峰金证券的网页上面 直接执行封易扣的这个扣款功能 那么你今天扣明天就会入账 那你明天再设定扣到永峰大户 其实后天就进来了 所以最快两个工作天就可以把你放在其他外币的钱全部吸回来 那有封易扣它目前有大概三十几间银行都是有做合作的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也可以去询问你的永峰金证券的营业员 或者是你来私讯询问宝可梦也可以 因为我这个有操作上的经验啦 所以我这一次我的美金就是从Richard离开 是完全没有收手去费 就直接2000美金出去 就2000美金进去永峰金证券 这个最后是永峰大户的外币户头 那如果你没有外币的这些金额怎么办 看右手边这边 这个表格没有的话呢 你第一个做法就是买外币或是买基金 那你一样可以享有1.06%的高利 不过呢 因为你的换汇都是有成本的 买进跟卖出之间 还是会有一些汇差的部分 所以你必须要去思考 好就是现在买美金会不会太贵 以后卖是卖不出去 或是没有办法卖到好的价格之类的 确认没有问题 你就可以进行乘坐 那如果你自己不想要买外币 也不想买基金 那很简单 你就是把你的钱直接撤资 直接跟Richard结束往来 好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每个月都有5次的跨行提款 跟5次的跨行转账 就可以直接把钱提出这个Richard 好 再来 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的是 有没有什么还不错的存款账户 来跟大家分享 去年的这个下半年 我也做了一支一样的影片 然后跟大家分享 今年的部分的话 我挑了三个不同的 还不错的账户 来跟大家分享 说你可以把钱移往到那边 那你拿到的利息 其实也不差 不需要解很多的外汇任务 或者是基金任务 你一样只要钱放进去就可以拿到回馈 第一个推荐的是将来银行 这个将来银行其实是我最近使用存网银的APP里面 心得算是还不错 它使用上APP很流畅 然后存钱啊转账什么都很不错 推荐给大家 它有什么优惠呢 这边有简单提出五点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选择左边这个QR Code 只要手机扫码 一样就可以开户了 平均1.6%的高利活储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6万块以内3% 那如果你是24万 就是6万到30万 这中间呢 它是给你1.25% 所以你这两个平均利率 平均起来 大概就是1.6%的高利活储 那超过这个30万的话呢 就是给你1%无上限啦 所以呢 如果你有30万放在RECHR 全部转过来的话呢 你可以拿到平均1.6%的高利活储 这是我个人觉得很不错的 活动期间是6月1号到8月31号 9月1号起 有没有再往后延续呢 这个我们会再跟大家持续更新 那这个账户呢 它有免费的跨行提款跟转账次数 比如说六次跨提跟66次跨转 其实你在APP上面操作都很方便 我现在要汇钱啊 会奖励金给粉丝朋友 其实也都是用这个户头蛮多的 它有搭配一个千账金融卡 叫做江江卡 刷卡有5%的恩典回馈 你每个月都可以刷五千块钱 那不论是投资或者是绑定在行动支付 像牌钱包里面缴水费都有回馈很好 那如果你要缴水费的话呢 我会建议你使用这个代扣缴 就是APP里面可以设定中华电信 跟水费跟电费可以做代扣缴 扣一次500块给50 就10%回馈 最多可以领四期 所以就是200点的恩典回馈 所以这个也是你可以参考的 那最后就是跟团没有扫好看 你扫左边的QR Code来跟团上车的话呢 你可以来回报 回报我们的这个表单之后呢 我确认你的资格 没有问题 我就会送你50点 包括梦梦记忌分 那你可以换小器50元商品券 这个是很不错的 那我们要小小的跟大家分享一个加码 就是我下面写的这个 好有没有看到 跟团满2000人 我们积分翻倍倍100积分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下个礼拜 我们可能会有一支影片 来跟大家介绍这个 加拿银行的最新的权益优惠 那一样我们会有一档新的活动上线 现在就是说MGM上车的话呢 你跟团上车我可以拿到100N点 100N点等于是100元 那我回馈一半给你 就是给你50积分 那你可以换小器50元 那现在已经接近 大概1300多人上车了 只要满2000人上车 就大概多600人上车 我就会启动这个所谓的全额回馈 你早期有回报的人呢 你已经拿到50积分了 我再给你50积分 那你现在上车的人呢 我们只要满2000人 每个人回报 每个人都是拿到至少100积分 所以这是我们要做加码的部分 提供给你参考 欢迎现在上车 真的是永远都不嫌晚 那第二个推荐的是 星光OU数位账户 这个账户有什么特别的呢 我们跟大家整理一下 它有最高1.9%的高利活储 可以存20万 那你符合它的游戏规则之后呢 你半年大概可以拿到 1950元的利息 这我帮大家算过了 其实还不错 大家可以参考 那它自己有搭配一张信用卡 叫做OU点点卡 在指定网购最高22%回馈 有兴趣可以看我们之前的影片都有介绍过了 这个是拿来缴税也有回馈 缴税最高17%回馈 那每个月刷1562元 一样都可以拿到17%回馈 这个是我一定会去赚的 也提供给你参考 那OU护物通呢 是OU数位账户的 应该叫做鸾声兄弟嘛 就是OU护物通是专门拿来连结证券账户的 OU数位账户不能连结证券账户 那你加开了一个OU护物通之后呢 搭配星光证券下单有28折的折扣 不论买进或卖出 这个折扣其实都还蛮蛮不错的 那现在星光证券也有定期定额1元手续费的 这个优惠 只要每个月扣款的金额 单次设定交易扣款金额 在2万块以内都是1块手续费 这蛮好的 那现在有送最高3137元的整个回馈大礼包 包括有2000元的证券抵佣金 那如果你首次完成定期定额的话呢 他再送你一个500元的折底金 那这个证券折底金 你也等于是你每一次的交易 他都把你的证券交易手续费给吸收掉 等于是0元进场 这个是蛮不错的 那现在OU数位账户有跟团好康吗 一样有 我们这次一样 就是现在数位账户跟团都是给50积分 那你只要卡片到手了 或者登入你的星光OU 这个应该是星光的APP 那么截图来回报 我就送你50积分 那我也把你的资料 就是跟星光那边的人确认 确认你是否有跟团这样子 有跟团的话 就一定可以拿到这个回馈 这是我觉得很不错的 第三个推荐的是乐天银行 乐天银行 其实我们在上一次做的存网银大评比 也有特别的跟大家解说过 那这一次再来整理就是 他的优惠其实很适合拿来替代Richard 为什么 因为他有1.25%高利活储 无上限的特性 那你只需要完成三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 乐天银行的账户绑定拍钱包 那么只要每个月认刷无比 在四大超商做消费都可以 或者是你不想出门 你在PC Home里面 用乐天银行搭配拍钱包 一样三次 三次付款成功 就可以四月享有1.25% 或者是你有乐天信用卡 那用这个乐天银行来扣缴 乐天信用卡费 下一个月就符合资格 就可以拿到1.25%的高利活储 无上限 那你30万放半年 可以拿到1875元的利息 其实跟刚刚算的1950 这个是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很好的替代性的东西 那乐天银行有送 每个月十次的跨行提款 跟跨行转账次数都可以使用 那绑定拍钱包来做刷卡金 做刷卡消费 都是2%现金回馈无上限 次期月回馈到你的账上 这个不错 限时3%的7天高利定存活动 这个蛮猛的 就是存30万一笔 跟10万块一笔 这个存7天 你的3%最后呢 两个total加起来 可以拿到230元的利息 这个很好 现在有没有什么跟团好康呢 有 一样你扫左边的QR Code 开户 一样完成任务 可以跟我领50点的 包可摩摩基基分 那我们现在要推出一档 限时的独家优惠 就是利息翻倍 你账户开好之后 你放40万 然后呢 你参加这个3%的 7天起的高利定存活动 你拿到了230元的利息之后呢 截图回报 我们就来抽奖 抽中的人的话 我再给你230的利息 等于是你的3%变6% 就翻一倍这样子 那我们前两个月有做过一次 然后现在又再来一次 就是会固定举办活动来回馈粉丝 这就是我一定会去做的事情啦 好 那我们最后呢 来看一下这个结论 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就是我们很谢谢Richard 他一开始带起来的这个数位账户的风潮 但是其实过了这四五年之后呢 有更多的竞争者出来 那如果Richard他没有再寄出更好的优惠 其实他是很难把我们这些救护留在这个他们自己的生态券里面 那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有钱 我们想开户就开户 我们就转到其他银行去 那等到Richard变好了 我们再把钱拿回来存 其实也是不错的啊 好 所以呢 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非常欢迎你就是按赞留言分享 然后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Richard数位账户最新的优惠权益 跟救护到底要往哪里去存钱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